接下來 開運小妙招 我們的靈元開運法 與高能量的人接觸 高能量喔 對 你有發現 常跟愛抱怨的人待在一起 想法也容易變得負面嗎 對 敬諸者赤就是這個意思 想要望自己 首先要遠離讓自己不開心的事 對 或是不斷釋出負能量的人 對 接著往積極正向的人靠近 就能成為一股無形 推動自己的力量 對 真的 都喜歡跟篤林哥在一起 對啊 更有正能量 真的 都可以演報青天 我都是有忍住 不然我偶爾也是有一些事情 想跟你分享 我跟你說 那個愛妃的老師 人家美玲老師都會養我們吃飯 還會念經回想給我們 那個愛妃的老師 白白的老師 他都好像送我們香酒而已 跟他甘了 怎麼會這樣 人家缺錢要買房子 你要尋高興的 尋高興的 愛妃爾老師 你是不是沒有請他喝咖啡 從頭到尾就一直在提點你 他有請我們香蕉吃到飽 還不錯 很健康 也不錯 我們來第四招 轉念 來 遇到困難就哀聲探氣 遇到好事就覺得自己配不上 其實練習轉念就能夠避免讓自己陷入負面的情緒 遇到困難就把它當作挑戰 完成挑戰才能成為更厲害的人 遇到好事就要表揚自己 是自己足夠優秀才能獲得難得的機會 你看 我就是轉念最佳代表 是喔 賣掉三棟房子算什麼 沒什麼嘛 對不對 再轉就有啦 你還一直念我 我就是轉念 轉大念的 拿一支金鐘獎最佳男主角 我也不是為了要拿那個男主角稱賣房子的 那是要來共算頭的嗎 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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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現在過得很好 對啊 轉念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爸爸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人 他從小都常常跟我們講 傳道橋頭自然之 對 對 他就說其實呢 大家不要停留在就是一些問題 遇到的狀況想不想解決嘛 對啊 那沒有 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他常常就是 從我記得我有記憶來 他就一直在跟我們講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做什麼事都還滿樂觀的 所以我記得就是 我有一次遇到投資餐飲 然後就是賠了七八百萬 你投資餐飲賠了七八百萬 對 其實是很多人 我是算小咖的 對 好多年級 是哪一個餐廳啊 有一個音樂餐廳在信義區 對 然後他後來到大陸去 我們又再投資 在台灣是賺錢的 好不好 有一個叫咖啡色的音樂餐廳 咖啡糖 七八百萬還算小咖 對 小咖 因為其他人都是幾千萬 但是七八百萬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滿大的 就是累積的一段時間的充換 對啊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投資到大陸去 在那邊營業 那其實後來就是這個帳目 我自己有去看 我也不是那種投資 然後就不理他的 我也去看 可是帳目上都看不出來 任何的端倪 但是我覺得就是最後 大家就是有很多的問號 是因為回來股東會議的時候 就已經是告訴你說 我們已經要增貸了 而且他們已經在大陸那邊 已經貸款了 而且是人民幣七百萬 哇 那你們投資就被稀釋到 對 變超小股了 然後呢 最後就是我知道 我們這個餐廳在大陸 沒有是有一天 我在訪問一個餐飲業者 然後就說 艾玲啊 我告訴你 我請你去上海 到我們的那個餐廳去玩 然後我想說 你是說那個非常紅的 我說那個音樂餐廳 在上海外灘嗎 就是我的餐廳 我投資的餐廳 他說對啊 我已經把它買下來了 所以我們股東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已經被買掉了 那後來在那邊 幫我們經營的團隊是說 因為這個負債已經到了一個點 就是他們付不出來 你知道七百萬人民幣 所以後來他們就只好去把轉賣 然後把這個債務清掉 他說否則你們所有的人 再也不能出國 會被限制出境 所以就是被迫性的倒閉 那後來這個所有的投資者 當然有很多很大咖的 然後就說要一起告 他們覺得說這個東西 就是經營上有問題 然後覺得是有一點詐騙 所以後來他們就一通一通的打電話 那所有的股東打給我的時候 我就說 他們就問我說你要不要一起告 我說我不要 他們就說你七八百萬 他說你不要告你確定嗎 我說我確定 我說因為我也看了財務 人家也沒有拿刀或槍 逼著我去投資 我說這個東西可能一打官司 十年二十年 你都不知道 然後你要付的這個費用 就是律師費 然後你自己心力交瘁 然後一直卡在那邊跨不過去 我覺得那個損失更大 所以我就說我不要告 然後他們都覺得 我是唯一一個股東 就是沒有去跟他們一起列入 要去告他們的 那當然其實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後來也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 他們花了很多的心思 很多的錢跟時間 但是我在這段時間 我已經再創我自己的不下 早早就過去了 而且我已經創了我另外一個新事業 而且也把那個 失敗掉的七八百萬也都賺回來了 對 對 轉念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就是轉念 轉念 看得開 有智慧 因為你覺得就是留得青山在 你還是可以賺 但是你卡在那個負面的那個 情緒 情緒跟狀況之下 只有讓自己很不開心 對 除了轉念之外 聽說念心咒也有用 吳北林老師 暈色低迷的時候 可以念哪些心咒 來幫助自己轉好運 請開始念 你念得出來嗎 你念得出來 我們最近稍微有一點那個 慧根 失智的現象 是慧根 有時候會背不起來 咒語 背不起來的話 就看著自己念 來 我們先來教 當然每一種咒 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加持力 每一種咒也都是屬於財神咒 或者是保健康的 或者是除災的 但是我們今天特別介紹兩種 一種就是說 財寶天王的心咒 是 財寶天王的心咒 就是 為什麼要念財寶心咒呢 財寶天王 這個是財寶天王的心咒 財寶天王 祂就是五方佛 南方佛的那個 南方寶生活的發聲 所以祂也是多聞天王 所以財寶天王 祂是掌管 祂是掌管著八路財神 祂等於是財神總管的意思 所以祂掌管著八路財神 財神的家長會就對了 對 求神的家長會 那財寶天王 有在釋迦摩尼佛面前 就是發願 說只要眾生 祂發願要互持佛法的話 我一定會適予祂財富 是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有的人念心咒 念財神咒 念一念怎麼 我怎麼念一念 也沒什麼招財 但有一些人念一念 他就覺得說 他的財運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念財神 你一定要發一個善願 是 就是說你不能說 我去求來的財 我要去幹嘛 去賭博 去幹嘛的 但是你可以發一個善願 譬如說我要是財寶天王 你加持我 你加持我 讓我財運好 那我一定會去做一些善願 像你要幫助孤兒願 或是老人願 就是你賺到錢的時候 你發一些慈悲的願 善的願 你護持宗教 護持就是這些所有的 這些慈善機構的話 那財寶天王 因為你的善心 祂給予你的財富就會多 並不是不加持 所以我們在念任何咒語的時候 都一定要很虔誠的心 恭敬心 慈悲心 還要發一個善願 那咒呢 信道法師常常講 其實我們念咒不能斷 念咒不能斷 不能斷 每天要念 譬如說哪怕我今天很忙 那我念個十遍也好 二十一遍也好 其實這個 你最少最少一天念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也才兩三分鐘 那你如果說 如果說真的來不及 那你就念三遍也可以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就是咒不要斷 你希望你的財 你希望你的財斷嗎 不要 對嘛 所以你不希望你的財斷 不希望你有任何的障礙 所以你也不要間斷這個持咒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種 大悲咒相信很多人都會念 我們台灣人念大悲咒的人非常多 這個是大悲咒的一個短咒 就是六字大名咒 我們這裡因為大悲咒太多了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呈現出來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 大悲咒 這短咒的話就是 所以我們 我們如果是念這個長咒的話 就是我們上網 任何網站都有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是泛音的好 還是印度音好 還是什麼音 只要你是習慣念哪一個音就可以 我自己是跟著心道法師的念 上網早都有 但是大悲咒師傅有講過 我們在念大悲咒的時候 要保有十種心 十種心 很多人在念咒的時候 在念咒的時候 嘴巴在念咒 心裡在想 我們那四老子還不回來 對 我的小孩還不回來 我的小孩還不回來 我們也不會哄 我的小孩還不回來 我怎麼四老子還不回來 就是他嘴巴在念咒 但是他的腦袋是 升起了煩惱心 有的人就說老師 我每次念經啊念咒 我就升起煩惱心 那這樣子其實是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念咒 你會升起這些煩惱心 你要念出聲音來 這叫射受你的心 那我們可以升起十種心 一種就是說 我們要有大悲心 然後我們要有大悲心 我們要愛眾生 慈悲眾生 我們要有無畏心 就是不要去有分別說 這個是窮人 那個是富人 這個是怎麼樣的 我們還要有平等心 我們對任何的人 都要有平等對待 包含家人 同事 各方面的 我們還要有空觀心 我們還要無染灼心 我們還要有一個 有一個心很重要就是 不見取心 這個是現在最容易犯 什麼叫不見取心 我們現在很多人 都看這個不遂眼 看那個不遂眼 你看他穿著穿著那個樣子 你看他 不見取心 像篤林哥就看艾菲爾老師 很不錯 很多人看 不見取心 很多人看電視 或者看我們身邊的同事比較好 或者看網站誰比較紅 誰比較怎麼樣 然後就會去產生批評 對啊 落不爽 你知道嗎 就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種 不見取心 還要 我們要有恭敬心 我們對很多人其實是不恭敬的 對長輩也不恭敬 對我們的主管也不恭敬 他憑什麼當我們的主管 都不會管理人 現在很多員工在罵老闆 罵主管的 或罵爺爺 奶奶 罵阿公 阿嬤的 很多 就是我們也要對我們身邊的人 恭敬心 一些感恩心 還有我們不要有雜欄心 還有我們雜欄就是說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就想學 就想怎麼樣 就想怎麼樣 這種也不行 還有我們要有下悲心 這個也是現代人都做不到的 下悲心 喂 研究所第一名畢業的 下悲心解釋一下 沒聽過 沒聽過 就是我們對任何人 我們要謙卑 現代人都 現代人都太傲慢了 就我最厲害 就我最怎麼樣 救我最怎麼樣 她無法下悲心的時候 很多人說老師 你叫我唸 讓我每天都唸 一直唸 但是她嘴巴在唸 唸完之後 等一下又去罵了 這裡唸完 等一下又罵 就你怎麼這樣 你出門都沒辦法 就都怎麼樣 怎麼樣 就是說她那個 還有就是說 當人家跟她講說 其實你今天穿這件 雖然看起來像個胖胖的仙人掌 但是其實也滿好看的 但有的人就是沒有辦法 接受別人給予的賤慾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下悲心 那你只要保有這十種心 然後你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恭敬的心 虔誠的心去持咒語 任何的咒語 都會非常地大的加持 不要亂舉例 不然我這邊都升起了 賭氣心 還有你沒有把我的名字 有唸出來 我唸出來 所以我們最好呢 每一天都要 經不要間斷 太命了 歇VP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